坐落于香港荔枝角山顶的饶宗仪文化馆 是香港的重要文化地标之一 由于百年历史 被称为城市中的绿洲的文化旅馆翠雅山房 就位于其中 如今 这座文化旅馆 这曾为香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解疫中心 记者今日前往看到 饶宗仪文化馆已关闭 前后门皆有警察把守 驻守的警察称 他们采用轮值制度 确保24小时都有警察当职 出入的车辆和人员 全部需经警方登记 并进行体温灯检测后方可放行 检疫中心安保人员则表示 检疫中心有24小时医护当职 需要检疫的人士 借由专车接送进出 中心内外每天都会全面消毒 香港15级卫生局 卫生署等政府部门也轮番上阵 为在里面隔离的民众 送来食物 生活必须平等 每天都要消毒 安保人员称 检疫中心的房间较大 基本维持原来的旅馆摆设 环境清幽安静 不亚于中高党酒店 此前有在此隔离的民众透露 房间干净 饮食丰富 三餐有猪扒 吃焦排骨饭等多项选择 亦可联络职员 索取方便面和饼干充饥 如住酒店一样 每日亦有医生前往量体温两次 即获取被隔离人士口水样本做化验 据了解 目前香港特区政府共设四个检疫中心 除翠亚商房外 还有位于西贡的麦里浩夫人度假村 和保粮局赛马会北塘冲度假营 以及位于港岛的里云门公园度假村 此外 政府一同步 则多个地点增加检疫设施 未来计划在迪士尼乐园附近 以及火炭和元朗增设检疫中心 根据现行措施 所有确诊及怀疑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 必须在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入住检疫中心的人员则是尚未发现病征 但曾与确诊患者有过密切接触 或曾于14天内到过湖北省的人士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